大家好,我是Stan 在大学校庆舞蹈引起争议后 被检举的妈妈姆华萨接受了警方调查 今年5月12号 华萨在大学校庆拍摄TVN节目的时候 表演了用舌头舔了手指后 将手指放在了特定身体部位的表演 该片段在表演后以直拍的形式传播在网上后 马上就引发了心安市的争议 随后TVN就删除了相关片段 而韩国学生家长权益保护协会 于今年6月12号表示 华萨的行为足以使公众产生羞耻感跟厌恶感 因为这些行为让人联想到变态性行为 并将它报警 9月10号 根据警方表示 上个月底警方以被告人的身份 传唤了华萨与举报人 询问了有关表演印图与背景 并从经纪公司等获得相关资料 以确定该表演是否设计刑事指控 根据韩国现行法律 如果在公共场所进行XXX行为 就会构成公然XXX罪 然后在这个消息被报道的今天 华萨又引起了校服性商品化争议 在9月9号播出的阿能兄你们说 华萨穿着性感校服表演了这次的回归新曲 而因为将校服性感化的样子 以及不只是华萨 连女舞者们也穿着校服风格的短裙 表演了性感舞蹈 所以观众们的反应非常冷淡 都接受了警方调查 也没有一丝反省 华萨一开始走红 是因为豪迈的性格 并不是因为那种行为呀 到底是为了谁在这样呢 华萨那么有实力的歌手 为什么一直要引起这样的争议呢 真的很遗憾 说实话是无法理解 自己好像不会判断有没有很过分 衣服跟舞蹈不算很色 但是因为穿着校服 所以才是问题 护航的人是不知道问题在哪吗 阿能兄你不是在跳舞 或者是有做着动作的时候 会穿体育裤吗 前几天不是因为看了留言大哭了 看来是在自己享受啊 那个服装跟发型 是20年前Britannis Piers的不是吗 都什么时代了 还把未成年人的校服性商品化呢 真的很糟糕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阿能兄你本来就是要穿校服出演的节目啊 华萨也是超级大偶像了 竟然有这么多黑粉 又不是舞台 再穿校服出演的节目 加上了一点自己的风格 有必要这样被一句一句指责吗 华萨是得罪谁了吗 最近怎么这么多黑他的新闻 太可怜了 对于华萨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9月份女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 Everglow 29位 Lavum 28位 Everglow 27位 Everglow 26位 Everglow 推把 前例 二十位 现场 羽 29位 XX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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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24位 LADYS CODE 22位 紫 21位Dreamcatcher 20位April 19位Girlsday 18位Promise Night 17位宇宙索妞 16位Apink 15位Mamamu 14位Red Velvet 13位宇宙紫妞 13位宇宙紫妞 12位Iji 11位Stacey 10位Heikki 9位Espa 8位Yojaiz 12位 12位OhMyGirl 1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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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3 Lucas 134位 12位 16位 9月女团一位是Nuji's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 清凉魅力可爱 SuperShine OST Pillboard 征服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89.8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